又是Crossover節目,即是數碼生活頻道 同盟牡湘這邊有IM,還有YM2,數碼生活頻道,還有Janny妹 是的,那我們說什麼? 說銀魂 誰說的,誰說要說銀魂的? 是的,我也不知道,我被人欺負了 我想不知道啊! 我猜死我了,不如說一點點,其實銀魂我就知道,當然知道,這麼出名 很多人都知道 但問題是,其實我之前是沒有看的,其實我只知道基本故事就是了 你知道什麼基本故事嗎? 我就是知道銀時,就是這麼多,知道一隻大狗 你講歷史,是銀時,還是這隻銀時? 你只知道銀時和狗,然後不知道 我看完那隻狗,即是那幾個人 即是老人與海,有八個海 是的,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Janny說,選一個題目,我最初問,好啊,Crossover好啊 嘗試說機動警察啊,那些什麼,再不是說Ever啊 原來全部都一來就有什麼內心仔 要不然我說,說手衝至重啊 那些,Janny就縮到那邊了 即是已經沒有影子了,嘩不是吧,現在是老人院的時間 什麼老人院? 很經典的老人院? 沒有,我們大家要養女仔 是啊,那我們呢,結果共識了 那不如選一個,我可以很快看得到的 不應該說是他們沒講過 不應該說是他們沒講過 不應該說是他們快速看了十本 不應該說是他們沒講過的 即是現在的範圍已經很少了 在IM手上,或者在有馬二手上 沒講過的動漫,我相信是很少了 其實銀魂也有講過 銀魂也有講過 沒有講過 不應該是你們一次都沒講過 因為不知道怎麼講 難講的,難講的 因為就太長,好像叮噹那樣 很難抽,你很難抽一篇來講 重點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劇情 大家是完全不講的,我們正在做節目 我反而,其實即是這麼說 我看完,我相信銀魂看得最少 我立刻看,其實我之前已經跟你們幾位都講過 我立刻的反應是,我覺得幾次成事獵人 有些是萬事屋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私家偵探社 接什麼工作也做什麼 他根本就是抄這些 其實這條條,說真的 你要明白,其實銀魂就是惡搞 你要明白,所以他把很多東西 譬如說眼鏡涼,他又要故意塞下去 但是我覺得最基本是他有個主軸 他的主軸,其實這條線開故事的方法 我覺得很聰明 你發覺日本漫畫,為什麼有些很長壽的漫畫 可以磨一萬年呢 你叮噹那樣,看到現在也還有的 其實如果他繼續畫,繼續有的 青山江漿那些,要結束 那些更加久 他都有主線的 對,但是他聰明在就是 你要知道最經典的就是 哇,小智冒險了十二年,他十歲 因為他這個方法是簡單的 就是說,要開一個足球小將那類 這樣就慘了,我也要有些計劇情 反而你說,我開一個 三十分鐘一集,射一球 但是又不是 銀魂的惡搞是真的 你不會覺得重複,而且是可以翻看的 你先說動畫版電話畫 動畫版近這半年來的重複度有多高 動畫版動畫版好看 好像你剛才說的城市獵人 其實他有一集動畫是比城市獵人更惡搞 我還記得 是嗎?我也不知道 反而是動畫 動畫是有動畫的風格 不過稍後再說 這種漫畫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私家偵察社式 或者是一個接作式的動畫 但其實他很少接作 就是定一個 還有這個團隊式 它全部都不收錢的 沒有錢收的 你最簡單就是 你看到這些是團隊任務戲 就是你平時看 就是錄節目 例如看《公學機動隊》 《康慶良妖》 《康慶良妖》 那有的 但他太厲害了 這個真的太離譜 但他是一個接作式 那你就遲少接不同的故事出來做 今次看看 接到一個尋寶的 那就尋寶 下次接到一個阿婆 由阿婆發展 即是幾乎出街 但你剛才說到《公學》 《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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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邊選擇 希望是 GOT 《教平》 dad 到五、六集的 那些就叫做大長篇 那它的佈局就是這樣 很多很零碎突然有一塊長一點的東西 它是一個這樣的結構 動畫有些短是短到只有半集 它就是漫畫一個單元 一篇 真的是廿熱的東西 我覺得《銀魂》是什麼呢 我看了十幾本 我覺得其中一樣 我會覺得它原本是有主線 它原本是有個大故事想說的 即是你見它原本鋪排 例如它發生過羊兒戰爭 它原本是有個大故事想說的 不過有時候這些 這些在《少年針》連載的漫畫 有時候搞一下搞一下是離題 我會覺得 他沒有離題的 他拿著故事就跑G線 他不跑G線就不會 我就是覺得搞一下搞一下 我一心想著跑主線 不然跑一跑 但它的特色就是跑G線 我覺得 反過來 你跑主線 不如看1T 看胡云那些 反過來 反過來這篇 其實就是令你輕輕鬆鬆開開心心 起碼我真的沒有見過 有什麼漫畫 是會把排行榜 放到本天道 然後經典到爆 然後還有一些角色在搶 這個真的很好笑 大家都是第五位 踩上去四個一分 大家夾上去共同第四位 已經踩上去三位 這一點就是 之前有什麼漫畫 或者動畫會這樣做 我覺得沒什麼 我會覺得 他的特色就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他的小故事 好像什麼呢 回到我之前說 我一看 其實我覺得是像城市獵人式 每次接一個job 每次做 做完之後變成感人故事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說 回到去 不會是感人故事 多數會 玩你的故事 多數會變成玩你的故事 當然有 但也有很多是神經病 很多是搞笑 例如你講一個神經病 他有一次是新白頭神樂 在玩俄斯方塊 那玩一玩一下神樂的爆大著 有什麼 吐 吐爆了牆 吐過對面 吐了 俄羅斯方塊 吐過對面 什麼 你發嫂的 最近人家怎麼轉 主要轉不到 原來我轉到隔離手機 有個亂碼 你怎麼轉 他自己玩自己一個 PSP去出遊戲 然後他自己去部門 自己改一個遊戲 不知道什麼樣子 就是 我我張君 他也會笑 張君是一個特殊的角色 他要是瘋子 要瘋子 要瘋子 要瘋子到一隻 他玩幾瘋 我同意 即是擺個屎 那個頭 那個雪糕 你弄錯了 一定是一撿的 他說雪糕 雪糕 你這樣行 其實我原本想問大家 其實為什麼大家覺得銀文好看 為什麼他不看 因為我常常很喜歡研究一下 例如這樣 有些漫畫 連載了幾十年 就是一個消費研究 我很喜歡看一看 通常一些 連載了這麼久 說真的 第二個都還不奇怪 而且有很多是老師傅 反而這個作者 空之英秋 其實他不是老師傅 我發現有很多人叫他做空之老師 絕對 他自己都不會 其實他自己都不會稱自己做先生 我相信他都很怕 他是三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出道的時候很年輕 你會發現他之前沒有舊作 沒有track record 有一點 但是我真的沒有記憶 他絕對不是說 那些精本義行 那些熬了很久 才爆出來 其實他動畫 說多一點 他自己 說幾話是說他自己 他當然有個人之處 你看看 一個年輕人一爆出來 我一年再連載 吉仔連載有多少 我都不記得多少萬集 他從2004年開始 同任審柱一樣 淪陷了十年 寫足九年漫畫 如果是同一個故事 同一堆角色 搞到現在仍然受歡迎 其實大家覺得他好看進嗎 他應該說他主族角色 都是我對 但是他腹線 他不斷有恨角色 而且就算你說他那些腹線 好像沒什麼用 例如你舉例 他有一篇是 《光武忌丁四天王》那篇 他就是中間有過往 很多過場的人物 都會出來幫忙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 完全沒有用呢 他又不是 他用得倒回去 當然你說他這些 曬爛式的 古惑仔 有個臉 我看他用得回 你可以在那裡相確 但問題就是 他不是滑到沒什麼好滑 但你亂滑一些東西出來 但你就算他多騎 你是會笑的 對 我發覺他好惹在什麼呢 是他那些笑的巧合 是啊 有時候搞笑 一些搞笑的漫畫 不是少的 其實你在日本找到也不少 但問題是 可以長繳長有的 其中一招 我覺得他很合理 就是 我一量不行 就惡搞 其實他好在副身家後 這個回到他 我記得我錄過很多集 經常很喜歡說 日本人好在沒什麼多 我一副文化的身家後 我玩完動漫 遲些我的文學作品 都可以玩回 他只是玩遊戲的 你這樣說 有問題了 他玩的究竟多不多是文化呢 因為你說普遍來說 他玩很多動漫 我們經常都會罵人 他很厲害得不好笑的 為什麼呢 不如說 路路修又怎樣怎樣怎樣 出個奇怪怪的樣子出來 打了個格仔 你懂那套動畫的 OK 你可能會笑一下 但問題 如果他整集 二十幾分鐘 不斷就是用四五十個 這樣東西堆砌出來 你除了覺得很累 而且他又玩這件事 我想其實沒有什麼 其他反應可以給你的 但銀魂他那樣東西 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玩時事 他玩很傳統的上升級 即是日文的同音字 他都玩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譬如說 他玩上升級的 一向都會有 這些我們不再講 玩時事的 記得有一次 中國爆了一件事 叫做頭髮做豉油 那時候銀魂就在說 《非法譜》電視那一段 即是動畫版 他就說了一句 怎麼頭髮做什麼 難道用來做豉油嗎 咦 我還沒看到這集 動畫版是有這些 這個我很喜歡 這個畫版 經常都會一個畫面 靜在那裡 然後隨便一些聲音在那裡說話 另外 還有一個又是 事由的疑問 譬如說 他們這個 原廚洋阿伯 改造了銀時把劍 打到機梁木軍 機梁木軍團 想著衝 哇 你知道神樂之槍改裝了 可以噴火的 知機關槍 很厲害 然後跟銀時說 你知道都改裝了 是嗎 我試試看 可以擠 豉油 你怎麼會想到 一枝色噴火一個裝 豉油 然後說 拿去做什麼 這個我挺喜歡 我想他耕玩的地方就是這樣 因為他玩的gag其實多 多弱化 有時候說他是舊子 他的確是舊子 譬如說 他剛剛玩的 就是類似 他玩男女性別大轉換 其實這個 其實不算很新 但你又會覺得 咦 這樣也行嗎 這樣 這個是玩了幾十年 是啊 但是他整套東西 突然間他性別轉換的時候 你又會很想打包 明明是大猩猩 然後突然變成超美女 明明是帥仔 然後突然變成一個醜女 就是土方變成一個宅男 那些 不是 土方變成一個肥 肥婆 你說了 這個挺好的 後面的漫畫 都還沒做 很奇怪 還有一些好像玩經典電影的 即星球大席 他連開場片頭 他照搬起來完全不可怕 他有玩過龍珠 就是他惡搞的範圍很廣闊 就算你這部行李熟 嚴格 他來周星馳都玩過 是啊 他玩過Jacky Chan 成龍 成龍幾個鼻子呢 考試問題是成龍幾個鼻子呢 成龍究竟有多少個鼻子呢 這是考試問題 很好笑 我想問一下 其實看了這麼多 其實這個搞笑方法 如果你說攪時射可以攪一輩子 那些就是胡一輝拿著白板做的 如果這些其實就像雙星 那你其實不會吸引到這麼多觀眾 當然有一些他獨有的東西 才會吸引到這麼多觀眾 你說笑了其實說真的 你們剛才說一大堆 其實不是沒有人在搞的 是啊 但你明白嗎 他的惡搞是 有人搞過是很舊的 但是他搞出來 大家又會在那裡狂笑的 他搞舊的 挺有辦法的 是啊 他會搞不中 你猜不到他應該會搞一些新的東西 譬如說他剛剛搞黑子的籃球 突然間他又搞一個舊的 搞男女性節轉換 你完全猜不到 說清楚男女性別的一部分 黑子 我搞了一部分 是你的一部分故事 對 你說完之後 不是說 你說和我聚會 我記得以前的人 有個好像叫黑子野太座 消費數支持 隱形人 無存在這樣的 開始這樣玩的 那一集 那一集剛才就這樣說 其實說回以前的東西 我們看以前的東西 梁城是在玩你的 他之前都玩過死神 就是說要學必殺技 然後要 整套 爸爸每天都說要必殺技 他不是啊 他說要慢解 然後慢解 結果是說我不想學 他挺反針的 主角不用怎麼念功 不用升級 他已經把刀 不知道要怎麼買回來 他已經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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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要怎麼買回來 他已經把刀 他已經把刀 買了 電視頻道說 不知道多少 一把刀 幾年 真的 其實是挺反針 他其實不就是這樣 主角口也很特別 你講到主角這方面 梁銀雲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反常的 他那種主角給人的印象 你不會看到一個主角在那裡 撩鼻屎 跟著 牌片不是正大光明 或者是堂訓 那他是搞笑的 但是搞笑 你看C.T.Hunter也不會做這種事 還有他現在 他會有兩個樣子 他會有兩個樣子 但是我想說 有一個有趣的 因為他搞笑 他是不會刻意 為一個角色畫兩個樣子 這個是小技術的問題 他畫了兩個樣子 你前一點看 他不會是網上經典摺圖 那些奇怪的樣子 因為玩奇怪 玩兩個樣子 其實這個很經典 你看IQ博士 就已經有兩個樣子 總有一個閃光的帥哥 他是因為其中 之後就有說銀魂 然後他紋頭髮 然後變成金 還是銀魂 但是變成直發的 這個我挺喜歡的 天然卷果然是好人的 是的 即是他拉直 不是 反過來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要趕走他做主角 反過來 最初那個人是怎樣來的 那個人是模型來的 砌皮 是的 是Gundum來的 砌出來的 其實你覺得主線對他還不重要 主線其實很難 即他後來沒有發展 他有 不過我看得少 其實我正想問一下大家 其實他後來的發展是怎樣 因為他太散了 你看到他主線 他是很慢的 他會很局限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 他人名的來歷 都是日本 你說近代化 當時的一堆人物 或者一些傳統的特別的歷史人物 或者傳說人物 所以其實他有時候玩 也會玩這些關係 有些雙型的人去登場 你看到他早期的部分 你會看到報比較多 譬如說 現在廢柴大叔 長福邨 你看到他本身是巴家柯治的下人 你當作什麼都好 他那天會在說 你要去說 新選組 各種各樣的事情 最早期 你說他去鋪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這些主線 會比較震驚 尤其是一部分 新選了一個叫伊東亞太郎 大家都知道歷史 那時候他會 根據歷史 實際我們這個年代時間表 根據這件事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會期待 但法官好像斷了 沒有了 他那個已經結束了 他後來就出了劍梅組 他有慢慢跟著主線走 好像有跟著主線走 他走得很慢 不知道有一種心 但我不知道他會跟著怎樣 是否跟著組 就不知道 可能有誰被人暗殺了 分選組 我不知道 誰會被人暗殺 所以他經常在外山走 最多就是Yama Saki 咬著紅豆包 我死了 Yama Saki是最有趣的 打羽毛球 沒錯 怎樣 反而我挺喜歡 我這些比較老鬼 我挺喜歡他的歷史表 尤其是我們那代人 很喜歡看日本歷史 他特意選黑船這段歷史講 其實本身是挺有娛樂性的 其實我們應該說 有些聽眾可能未看過銀魂 也說一些銀魂的東西 應該要補回我們 我們那些聽眾很少聽 我們的聽眾應該少看 可能會少看 可能會不知道 我們是否應該交給動漫台人說 你也挺過分的 開完那波 我也是想著 I am 你說兩句 那些 給你一分鐘 我和你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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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分鐘說 其實我也想說這件事很久 那件事叫平庸之樂 你是不是想我這樣說 我不用說 我們不是生氣的 大家聽什麼網台大電 其實可以簡單說回 大家都知道歷史層 日本近代的變革 就是至於黑船內閘 銀魂都用這個招 但問題是黑船 他有一個好像歷史的業事件 假如那時候來敲門的外星人 日本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銀魂這個故事的 大概抵世了 就是背景觀彈街 這個時候 當然同樣發生了廢刀令 這個主角板鐵銀士 站了一個流 被人廢刀的武士 在這個武士階級的日本 他會做什麼做呢 和外星人入侵 所謂入侵的地球之下 他有什麼做呢 其實你是不是在讀Wiki 不是 其實大家雖然聽了一大論 不是可能也不太知道 其實不重要 那個主角更加不重要 哇 你說了十幾句 全部廢話 開播那個又是你 做人說的 其實重點是 反眠眼那個又是你 你想怎樣 我不是故意說 那怎麼辦 銀魂是一套搞笑惡搞的東西 完全不需要知道什麼劇情 總之你有空看一集 你就會笑爆肚那些 空之鷹初過心 那些劇情出來說他沒有劇情 有些可能 這些不是叫寫作技巧的先破後立 對 沒錯 不是先破後果這些叫做 對 示範了一次銀魂式的搞笑技巧 就是講了都沒有理由 然後我收不到 很認真 我講完之後 其實這些不關事 其實都是用來醬油的 對 沒錯 我錄過了 我錄過了 我錄死你 你真是 你說說回另一件事 他除了用日、歷史人物之間 其實你說對應動畫、漫畫、漫畫 用那個年代的歷史人物 是不多的 港級船真的少 因為很多時候你會用 不會 新讚祖 經常都會用 很不算女性向那些 你那個是薄英鬼之後才出來的東西 薄英鬼已經很厚 關於是報名其他一套 是不是有很多新市場 你太少了 那些是你們說的 不要逼我 你先拿人文 如果你說動畫 我不算女性向那些 你說好像比較認真一點 應該就很久了 什麼? 朗客劍心? 不是 有一套叫莫木機關說 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是另外的東西 是書來的 我比較認真是莫木機關說 有人知道是什麼 但不是 你現在這個黑船 你那個黑船那段歷史 是啊 是比較 大家會有人知道的東西 應該就是這個 朗客劍心會比較多 劍心會說這句話 差不多 都是廢都良 也是廢都良 但他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背景的感覺 你不會就 但他會入侵中國 結局那時候 那些風神收集 對 那個右派就經常有 尤其是日本漫畫界 其實右派作家是多些 任神窩亂新版 是 但是我覺得他 另外有一個銀文 為什麼我覺得他耐玩呢 就是 講歷史 也有一些包裝 那你總有一條主線 如果我想不到就發展一下 就是我當不了搞笑的 搞不了笑 那就發展一下主線 似乎 我最初看 我是覺得他是這樣 他是想講那段歷史 我搞一下 又可以講一些 關於 你說 幕末的時候 那不同派系的武士 他們會怎麼求全呢 我覺得是有些這些 就是他原本的主線 可能是想講這些 他又沒有去到這麼認真 你說他一些個別的大長篇 可能會講到這些 還有銀時精神上 是有東西要保護的 我想這個是 他其中一個真正的 不是保護 是守護 是守護 不好意思 他是有東西要守護的 他守護的是什麼 其實他有沒有 後來我不知道有沒有發展過 朋友 他要守護的就是 他這班 眼鏡 眼鏡君 還有誰 這班其實 但是他是 故事開始的時候 當然撞到 對 你已經講到後面 很不通 你現在說的是 他原本要守護的東西 沒有了 他應該很偉大的 沒有了 可能是守護一個精神 或者是守護一些戰友 那搞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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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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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了糖 發癡 搞就搞就搞就 原來撿了兩個 撿了兩個朋友回來 就是守護兩個 撿回來的朋友 這件事都說不通 就是等於神樂 守護一隻狗 神樂的確守護一隻狗 對 他是守護一隻狗 就是等於假髮守護一隻吉祥文 但我明白 但身伯守護的知識 你會自己存在 我還記得 眼鏡守護 身伯這個人還看 你搞錯了 你剛才說性別轉換 身伯是眼鏡變了粉紅色 他本體轉換 那就變成了 本體轉換 本體轉換 真是超好笑 眼鏡才是本體這句名句 那麼我們下一節 繼續說其他銀魂裡面的特別的東西 來吧 來吧 來吧